亲爱的阿里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活祭这个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将会继续跟你讲到 人算什么这个题目 我们在这个题目当中曾经讲到 人是一个三元体 就好像神是三位一体那样的 所谓三元体 就是由三样要素组成的 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神只有一位 但却分别有圣父圣子和圣灵 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人也包含有灵魂和体 这三部分 但却只是一个人 不过由于人背叛了神 所以在人身上有了极大的转变 人的灵死亡 人的魂变得叛逆 而人的身体也成为败坏腐朽 最后还要死亡 但是我们实在是感谢神 他为人预备了补救的方法 那就是重生我们 使我们得到更新 在更新里面 人的灵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而再度的与神联合起来 在他里头的灯 又再次的点燃起来 人的魂 从罪和罪的结果当中 得到拯救 而人的身体 也从这里面 再度的散发出活力来 那这样 一个重生的人 可以再次的按照神的计划 而生活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罪是破坏了我们这个 被造的时候原来的功能 但是救恩则是让我们 重新的恢复本来的功能 按照神的计划 一个重生的人 他的每一部分 都有特殊的功能的 那上次节目时间 我给你讲过了 人的灵的三种主要的功能 就是敬拜 香蕉和启示 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 魂的功用了 我首先重复一下 划分着三种元素的方法 人的灵 是意识到神的 人的魂 是意识到自我的 而人的体 是意识到这个世界 各项事物的 透过灵的部分 一个更新了的人 可以认识神了 而透过魂 他可以认识他自己 也就是自我了 透过体 和他身体上的各种感官 人就可以认识他周围的世界 一些事物 我们必须要记得 只有神的话语 能够把人里头的灵与魂 分别出来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 把这个分别说得非常清楚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见更快 甚至灵与魂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我就常常想啊 一把外科医生用的手术刀 可以刺入人体的最深处啊 但是神的话语 就是一把属灵的解剖刀啊 能把人里面的灵与魂 都分开来 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启示 不肯学习和应用 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 灵与魂之间的分别了 没有了神的启示 人只能够知道在他里面 为什么有内在的个性的存在呢 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 不同的一些要素 有它不同的功用 因此我们所依据的 必须是神的启示了 你还记得我们说过 神的话是一面镜子吗 它能够显出人里头的东西 和他们的功用来 现在我们仔细来看一看 魂这一部分呢 这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命 所必须要认识到的 魂就是自我自己 简单来说就是我了 一个很简单 一个很简单 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我 这个我字人人都重视的 根据大多数的一些解经家 他们的意见呢 魂有三样重要的功能 我们还记得灵的三样主要的功能吗 那就是敬拜 香蕉和启示 这三样都与神有关联的 但是魂的三样功能 却在自我的范围里头 与自我有关了 这三样主要的功能就是 意念 知识 和情感 那我再说一遍 魂的三样主要的功能就是 意念 知识 和情感 我们先来看看意念 就是人的意志了 透过我们的意志 人就会说 啊 我要 我想 我希望 而这些决定就影响了 他的一生的方向了 我想 或者说 我不要 我会 或者是 我不会 这些都是意志上的一个表达 决定了人一生所走的道路 一个人可以说 我会相信 或者说 我不会相信 我会顺服神 或者说 我不会顺服神 我会爱我的妻子 或者是 我不会爱我的妻子 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魂 在起决定作用的 都对人的生命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在意志的表达方面 灵与魂是完全不同的 灵是表达神 而魂是表达自我 灵对自我表达是没有兴趣的 灵的功用是表彰了神 但是魂所表现的是自己了 魂的第二样功用 那我们看看知识吧 或者说 思念 就是我怎么样想啊 在思想的范围当中 包括了有些理解啊 概念啊 意见啊 困难等等啊 这方面的表达 灵和魂表面上 好像是很相似的 但是实际上 却有很主要的分别了 灵的知识是 从神而来的 直接的启示 灵说 我认识神 我知道神 我知道我有永生 我知道我的罪 得到神的赦免了 那么 所以呢 灵就接受了 是直接从神而来的真理 通常是以超自然的方式 都是属灵方面的一些知识 但是魂所涉及到的是观念 意见 进程和推理等等 那我并不是说啊 这些不重要 不过我们要明白 两者的分别 启示是属于灵的范围里头的 而神学则是属于魂的范围的 灵是直接的知道 但是魂呢 只是环绕在我们的意见 或者原因和一些观念上 换句话说 魂就好像是一部电脑 主要是储备资料而已 魂的第三样功用 那就是情感了 通常我们会说啊 我感觉怎么怎么怎么 那魂随着意念和身体的印象 做出了反应 这种感觉是很不稳定的 在这一分钟会起来 下一分钟就会低落 这一分钟很高兴开心 下一分钟可能很忧愁了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 灵与魂的分别 灵的表达是神 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但是魂呢 就是表达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 而这个环境是不断在改变的 因此魂所表达的 是根据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 所以会不断的被改变 有起有福 像潮水一样的 那不过我们必须要记得 魂是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的 而魂的表达可以是顺从灵的引导 但同时也可以是拒绝灵的引导的 那以后我们会更加深入的来讲到 灵与魂之间的关系了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 神救世的计划 怎么样成就在灵与魂这方面去 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 两者之间的分别吧 在灵方面 必须重生 要再生或者说更新 要接受一个从神而来的特别的生命 因为耶稣说 你必须重生 他所说的是一个属灵的经历 跟着他就说了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种再生是有别于一般的诞生的 所以重生基本上是针对人的灵而说的 那么至于魂方面呢 必须要得救 魂是有罪的 魂是背叛神的 所以神所预备的救恩 只是针对人这个背叛的魂而发的 神在福音里面告诉了我们 你们的罪和你们叛逆的赎架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们还清了 为此 我要给你们赦免平安 并且可以与我和好 但是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们必须要接受 放下你们的叛逆 所以对于魂来说 救恩就是相信了 并且降服在神的面前 那既然说降服了 就不单是头脑上相信就算了 因为没有真正的降服 就不能有魂所需要的最根本的改变 那今天有很多的人 只是头脑上的相信 也可能说吧 有些人从知识上 理论上 他们说 我相信 我相信有神 我相信耶稣 他们不错 是很诚实的 很有思想 他们相信福音的真理 然而他们却看不见自己 就是在抵挡神 而他们能够与神和好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降服 也就是说 要谦卑自己 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要承认神的主权 因此为了魂的好处 我们必须要降服下来 降服在神的面前 注意 不是降服在任何的势力 任何人的面前 而是降服在神的道的面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轴心国要求和同盟国讲和 他们请对方列出讲和的条件 谁知道对方的回答就是说 我们不要任何的条件 我们要求无条件的投降 那朋友 这正是神对每一个人 也就是说 每一个渴望平安的心灵 所做的一个答案 你想得到平安吗 神就对你说 我不会列出任何的条件的 我对你的要求啊 是无条件的降服 无条件的降服 只有无条件的降服 才能够与神重新和好 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 和神的救恩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我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名叫祷告 欢迎来信索取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都中文字幕了 《最重》还会讨论定的禅 《最重》还会讨论定的放送 《最重》还会讨论定的年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